5月24日 杨子出席某活动 整个人颜值回穿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杨子身穿紫色某胸肠心 一头卷发皮肩 整个人又美又瘦 颜值似乎又回到了颠分时期 能够看到杨子似乎数了很多 直脚尖锁骨展现的淋漓尽致 整体来说 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放出的身图来看 杨子的脸似乎有些僵硬 尤其是笑起来不太自然 最强劲的目过于他的发际线 额头上黑了一大块 有网友调侃 不会是毛笔话的吧 还有人直言 哈半天才发现是杨子 虽然变漂亮 但却没了病实度 在晚宴现场 杨子与一位中年男士 对方还把他搂在怀里 拍完照片后 两人还含笑了一般 粉丝透露 该男士应该是主办方 不然也不可能搂着女明星 其实杨子的脸 已经不是第一次惹真意了 520当天 工作室率率出了一组营业照 杨子只身在花海里 由于这组照片的滤镜太夸张 一度认不出是杨子本人 他的脸越发网红感 一度撞脸多个明星 唯独不像他自己 对此你怎么看呢